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实义住行到投资制产 都脱离不了大型企业,各行各业的大公司 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因为一些负面事件 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万恶化身 即使是在信奉资本主义的美国 人们对大企业也没太多好感 哈佛大学一份调查显示 美国18到29岁的年轻时代 有高达五成的受访者 不支持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媒体也不断尝试揭露企业黑幕 甘露普民调针对美国不同组织 包括了军队、宗教团体、医疗、学校与企业 进行信任度的调查 结果最不受信任的两名 分别是大型企业跟国会 然而大公司当真就黑心吗?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柯文 在企业的本质这本书中提出不同的观点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经常看到企业弄虚造假的新闻 像是汽车制造商捏造数据规避排放法规 除了明显违法的事件 人们对企业失去信赖的主因 在于资讯落差带来的不当牟利 例如美国金融业、股票经纪人 经常推销收费昂贵的基金给投资人 食品业更是乱象横行 各种人工添加物 或是拿养殖鱼充当野生个体卖出高价 然而,柯文认为企业的诈欺问题 不只是高层单向欺瞒顾客 事实上,整个资本市场充斥着不实资讯 包括了自家员工与客户端 企业高层也面临重重谎言 一家猎人头公司的评估报告显示 市场上至少有四成的履历表造假 而银行收到的贷款申请书 也常有客户隐瞒重要资讯 随着社群媒体崛起 企业说谎的难度正在增加 举例来说,如果有餐厅敲竹杠 消息很容易在社群上流传 回头对餐厅的生意带来惩罚 而在专业服务领域 资讯的不对等程度也正在降低 Google看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往人们对医师抱有绝对的权威信任 但当前不少患者都会先上网查资料 我们先不说查的对不对 但至少会对医师提出更多问题与质疑 柯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外界对企业的批评有失公寓 因为生意经天生就充满不实资讯 而人们对大公司常见的另一项疑问 那就是执行长超高的薪水 2023年 全美大企业执行长的薪酬中位数 高达1570万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为何执行长可以领取到极端高薪 原因在于多数执行长的薪酬包案 包含持股 因此收入会随着公司股价涨跌 像在1980年到2003年 大型企业执行长的平均薪资增加了6倍 而这段期间 市场资本也呈现相同的涨幅 虽然从简单的薪酬与市值关系 可解释执行长的高薪来源 但也确实有不少企业 给执行长的薪酬显然高出平均 对此柯文拿NBA来比喻 S级球星用顶约绑住 不管薪资多高都是赚 那是因为S级球星本身是习有才 市场上不见得有同等品质的竞品可以选择 也因此站在企业的角度 过了这村梅那店 优秀的执行长常常会获得报价的话语权 下一个常见的问题 被吹上天的大企业执行长 到底该具备哪些能力 早年 执行长只要善于管理核心业务 就称得上优秀 但随着时间改变 现代企业也出现四大变化 迫使执行长要具备更多的技能 第一 全球金融化发展 执行长必须掌握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二 社群媒体的发展 导致企业必须具有更强大的公关能力 第三 在全球化的时代 大企业必须维持跨国供应链的运作 第四 各领域都在朝科技化前进 即使是农业公司 也会用到监控与数据技术 而随着这四大变化浮现 执行长必须对这些领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能更好的分辨局势做出计划蓝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前优秀执行长的含金量确实获得印证 而在下一个部分 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基层员工 聊聊人们常有的疑惑 他们是否遭到企业的压榨剥削 时期状况显示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企业体 都难以避免低薪与高工时等问题 然而科文分析数据后发现 薪资成长缓慢的主因 通常并非来自劳资双方权力不对等 而是企业生产力的成长不足 压缩到整体利润 但企业就这么无辜吗 这也未必 以美国来说 公共政策中的健康保险 退休福利跟移民资格 通常会绑定特定的工作 其中工作签证就是一例 不少人在受合法时 都会注意到上面再明一条 他必须受雇于原本申办签证的公司 而以上软硬限制 常导致员工不敢任意离职 企业当然也知道这点 于是便开了可供压榨的杠杆 另一个关键 源自美国企业风气 当前北美商界 普遍存在大量的经业协议 员工直接被限制跳槽方向 不仅无法去到竞争对手公司 也减少薪资谈判的筹码 然而 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把企业交给全体员工 共同拥有 与员工意见来管理企业 能否如愿拉高员工的福利 带给他们更加公平的结果 对此 柯文抱持悲观的看法 他认为 长期来看 劳工待遇的优劣 取决于企业的营运效率 与市场竞争 如果由员工 全权决定大小一切 每个人都拥有 自己满意的工作待遇跟内容 这样的公司 绝对没有竞争力 营运效率也一定很差 结果就是公司赔钱倒闭 员工丢了工作 又回到另一个血汉职场 以上大略的走一轮 我们大致了解企业的本质 很难在黑心佛心之间一刀切 最后我们要回到消费者身上 大型企业在不断茁壮的同时 最大的隐忧不是诈欺消费者 而是商业垄断 不久前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科技巨头Google涉及反垄断法 事实上 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各领域都存在超大型企业体 而判断是否垄断的关键 在于消费者的选择权 有无遭到侵犯 人们是否被迫用高价购买商品 以这个脉络来检查 美国几个重要产业 虽然市场集中程度上升 却没有为消费者带来太多负面影响 例如美国两大零售巨头 亚马逊与沃尔马 他们的竞争策略 是成为多种商品的销售平台 两者的竞争优势都在于低价 我们很难想象 某一天这两大公司 会依循传统的垄断策略 在主宰市场以后 联手大幅提高商品价格 但美国部分产业 确实存在严重的垄断问题 第一个就是医疗 健康保险公司与医院的诊病 导致医疗费用日益飙高 与此同时 手机电信服务的竞争者太少 为美国人带来过高的通讯成本 第三种垄断带来的伤害 不只是钱财 那就是社群平台的隐私争议 由于个资与用户偏好非常值钱 各大社群平台联手之下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受保障的隐私空间 留给用户选择 最后柯文也谈到美国游说法下 大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 这点不同国家都有很大的出入 我们暂且留着不讲 真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实际找原书来看看 里面的资讯还要更加详尽 总结来说 我们身处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企业也很难用好坏来一概评论 我们无法否认 企业与消费者资讯不对等的情况存在 但或许随着社群网络盛行 民间对企业的监督力量将会日渐强大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群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